國家新冠肺炎免疫計畫協調部長凱里 近期因為全球疫苗分配不公的問題 直接點名富裕國家 囤積救命草 他今天再次狠批富裕的國家 沒有展現大國的風範 囤積疫苗的行為可恥不道德 他促請世界銀行介入調解 協助發展中國家享受公平合理的新冠疫苗分配 也是科學工藝及革新部部長的凱里表示 儘管我國感激一些發達國家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陸續捐贈疫苗給大馬 但就無法抵消過去幾個月 發生在疫苗市場的不公平待遇 凱里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建立COVAX機制 是要確保疫苗公平分配 可是這項計畫 遇上先進國囤積疫苗 在病毒大流行面前 賦予國家赤裸裸地展現不厚道的一面 正因如此 世界銀行應該發生介入 調節鴻沟 凱里星期三受邀為大馬世界銀行經濟監測報告發布會 在線上發表談話 在國家免疫計畫進度方面 凱里希望 到了9月底 國內六成人口都已經接種疫苗 她說 政府正在努力架設更多的接種中心 6月30日之前 也將吸納1000名私人領域機構的醫護人員到前線為接種者服務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